来 福佳 皇后娘娘 巧了 儿臣与皇阿娘心意相通 苏烈 儿臣不惯奢华 唯有手头这对采金烟氧 是与皇上大婚的时候 先帝所赐最为珍贵 如今 横提长公主要许驾克尔沁部 儿臣特意奉上 为了横提妹妹的装帘增色 茶水凉了 福佳 换杯热的 是 景色是你和皇帝所生 比起那些庶妹 这位嫡公主不知道要高贵多少 景色自己不也总以嫡出自许 却早早就被封了固伦和静公主 瞧不起那些庶出的弟妹 自然是他嫁与克尔沁部最合适 景色年幼 说话不知轻重 哪里可以许了人家呢 儿臣把他留在身边 好好教导纪年 等初落得有模样了 再嫁也不迟 你等得了 蒙古等不了 自古 慈母多娇儿 景色出嫁 成了人席 自然就懂得规矩了 比你这个亲额娘教导要有用多了 再说了 这次求娶公主的克尔沁部 是蒙古诸部之首 地位尊崇 这不现成 有横蹄妹妹吗 唯有景色出嫁才肯匹配 论长幼 横蹄年长又是景色的姑姑 自然是长辈先驾 在考虑晚辈的回事 皇上 时候不早了 喝一口安神汤就歇下吧 许家的公主人选未定 朕的心就不安 皇上 太后召皇后娘娘过去 听说二位主子 有点杠上了 福家姑姑 派人来请您过去转还些 杠上了 朕去瞧瞧 朕要是去的话 皇后跟皇后娘 一定会要求朕给个说法 朕不能去 皇上 可是太后和皇后娘娘僵持着 也是不妥啊 皇后浮躁 事情还没有定论 朕 逼着皇和娘都来不及呢 皇后却自己送上去 李渔 去请皇后回来 皇上 两位主子在呢 哪有奴才说话的地儿啊 无用的东西 是 皇上 要不这么着 皇后娘娘病着呢 请齐太医去给皇后娘娘送药 也好给彼此一个台阶下 正好 就这么办 这会让皇后娘认为 皇后病着 糊涂着 万一说错了什么 皇娘也不会和她计较 是 皇上 张廷玉大人求见 她这么晚来见朕做什么 如意 你去屏风后面散毙 是 让她进来 喳 哀家 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 还要再远嫁一个 皇后 你是哀家的儿媳 你忍心看着你婆母伤心 儿臣不敢 皇额娘 永从心伤 景色 是儿臣唯一的孩子了 她要守着儿臣身边尽孝 也要为了永从尽爱 你是嫡母 皇帝所有的子女 都是你的子女 可是横提 是哀家西夏唯一的女儿了 没了她 谁为哀家尽孝 皇上知孝 便是横提妹妹 嫁去克尔沁部 皇额娘也始终有皇上 这个儿子 而且 儿臣身为皇嫂 也为了横提妹妹着急 诗经有云 标有梅七十七夕 求我术师 待妻极夕 横提妹妹 已经到了标梅之期 不该再耽误婚期了 你这皇嫂 真是不义啊 当年 那么多波折 差点 这儿就是贤贵妃成了嫡妇进 成了皇后 若真如此 今日自称一句皇嫂的 该是贤贵妃 若是贤贵妃成了横提的皇嫂 不知道 会不会多体谅哀家呀 贤贵妃无此无虑 那蒙古求娶 能加的便只有横提妹妹 皇上 也不必被臣子们历剑了 好 好 不愧是哀家自己挑选的儿媳 怪不得连皇帝都夸你 十足像极了一个皇后的气度 儿臣多谢皇额娘的夸奖 妃臣见过太后皇后娘娘 哀家正和皇后说话呢 你胆敢擅闯 太后请息怒 皇后娘娘乃是暴病之身 体育虚乏理 必须得按时吃药 否则的话 风体难以承受 是啊 太后 皇后娘娘该喝药了 她 她全靠汤药调着精神啊 皇后178 00 00 00 公线小监空 皇后 竟妃 白头偕老 娘娘 娘娘 你要撑住啊 本宫当然要撑着 本宫一定要等到皇上 下旨让横帝出家为止 并刚刚顶装太后的样子 奴婢他们实在害怕 为了景色 本宫就算是活出一切 也要把他留在身边